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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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我們彩排的時候 沒有想到說青梅姐會上來 會上來 我們其實太開心了 我在台下看得非常感動 因為這首歌已經24年了 我唱 對 然後他們那個時候根本都還沒有出聲 然後他們對我的印象就是 我演那個終極系的 我花了14萬 買了這一頂頭髮 我怎麼可能只戴一次 所以以後我只要有機會跟 在一起 我都要戴這頂夾 我本來不想回答的 因為我有跟 寬姐解釋了 我也跟立宏本人解釋了 那還好寬姐 她很了解我的個性 因為畢竟我們認識40年 我這個事情 我已經被我媽罵了一個禮拜了 然後那一天禮拜 我是看禮拜天的嘛 下午4點半 可是呢我在中午的時候呢 我就看了 媒體的新聞 所以呢我就開始有點激動 我剛講我是一個 就是超級容易激動的人 我媽今天早上在吃早餐的時候 在包煮那個麵的時候 還在叮嚀我說 你不能以為 因為我已經這麼老了 你不能以為 你私底下打電話給阿寬 或者是給立宏 就解決了 這不是你應該有的態度 你在哪裡抓獲 你就要在哪裡 把這個事情解決 說完就把麵丟在我桌上 我就只剩下這個媽媽了 我很在乎她 我就講我真的 就是心直口快 我看了那天看了新聞 然後我就很急著 我到現在還很討厭 我那個死八婆的表示 講人家事情的嘴臉 因為真的很醜 看完整個演唱會 說實在的 她真的唱得太棒了 我不覺得她是對嘴 因為她唱得比CD還好 她真的用生命 在她的舞台上 我只是想要 我看到了我非常的感動 就是她到底身體 忍受了多少的東西 怎麼可以這麼爆炸 這麼無敵 好 不管你幾歲 我們的人生都會做錯事情 被吐齊的時候 新梅姐姐也是吐齊 沒有關係 我們去面對 找到對的時間 對的地點 對的人 我們就去把它解決 所有吐齊的事情 情緒 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好嗎 以上是周一長輩文堂